那么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程当中 我们看到已经生根9年的一带一路倡议 已经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生动事件 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一块来看一个短片 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事件 今年以来 中国先后与尼加拉瓜 叙利亚 阿根廷 马拉维等4国 签署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截至目前 中国已与149个国家 32个国际组织 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这其中 中老铁路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助力老挝实现由陆左国向陆连国转变 耕种中国杂交水道的非洲农民 实现了吃饱饭更吃好饭的梦想 在南美洲大陆最南端建设的水坝 正在帮助阿根廷人实现利用圣克鲁斯河水发电的梦想 中欧班列铺划出78条运行线路 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80座城市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9年多来 各国人民共同汇旧礼服 命运与共的壮美画卷 目前已经有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 那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会发展壮大 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它适应到当今世界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这种时代潮流 那么具体来讲也就是每一个国家 它都感觉通过参与这样一种合作 它能够重复受益 这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唱 它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合唱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秉重的是 充分的平等协商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是互利共赢 在这里面我们谈的是共商共建共享 这里面背后体验是我们中国 这个传统的我们谈到这个正确的意义观 对吧 所以这一系列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做法是深得 沿线这些国家和地区人们 包括他们的政府的这样一个 理解和接受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联合国 对吧 它一系列就包括一些地方发展 一些多边组织里面 都越来越多的来谈到 我们一带一路合作的好处 包括美国一些研究机构 它也对美国政府提出建议 它说我们不要从一开始 就站在它对面去反对它 你站在它对面反对 并不能很好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他们有些人建议 其实美国应该参与到一带一路中台 参与到一带一路 当然可以接着来发挥影响 其实这个事情从背后有反应来 美国也越来越多人 他也不得不承认 一带一路给地区发展 给沿线国家 它带来这种积极的变化 这从另外一个方面 也证明它的客观效果 也不得不承认 这种积极的变化 这种积极的变化 是一种积极的变化 就是一种积极的变化